这一节跟大家谈谈内地新能源车三大势力 魏小李已经交了第一季的成绩表 也要分析一下他们的业绩 谈谈主要是新能源车见到无利率的问题 谈谈未来刚刚公布的业绩第一季 它的收入是99亿人民币 里面卖车占了92亿 都是最大收入来源 比起去年第四季接近没有增长 第一季也继续是钱 也要蚀18亿不过这个金额就收窄了 期内公司交付了25000部的车 但对于第二季的交付量 公司就说不会多过第一季 比较范围只是23000至25000部 第二季的整体收入 其实和第一季都只是差不多 最多只有100亿 或者可能按季都会轻微减少 可能下限就会有93亿 公司第一季蚀钱 但无论是按年或者按季 其实叫做收窄了 但今天的股价还要跌1% 会不会其实市场觉得 第二季的展望 一些增长都没有 可能这方面会有些失望呢 还会 每个车股都如果有些业绩 或者交付量 觉得有的时候 现在股价也会加油 反而它的情况有少少 可能有变数 或者继续是可能会落后的情况之下 真的股价走势可能又远回来 要让路 市场这期对车股来说 第一因为已经升了一阵 尤其是新型汽车 起码就算他们自己的组别有上的 都已经三只去一路角力 角力之中 围来一路似乎是平均数来说 交付或者各方面都比较弱 市场都一路对它的信心一样 顶再加上再确认 或者展望最重要 是不是展望 如果你说第二季的交付 或者你说复产之后 都可能大家都欠缺信心 自然将那个选择上 又放在其他同组的股份身上 这个对股价继续 说就说为少你 但是如果这个继续排名 反过来 好像你想和小鹏先过他的情况 我觉得都会继续持续 公司主要的毛利率 在第一季的新能源车 都是要跌的 未来的毛利率 第一季跌到18.1% 最低就是小鹏 整个毛利率只有12% 理想好少少22% 最好就是行业一哥 Tesla可以有三成多 所以为少你和一哥Tesla 的毛利率相差都非常远 而且未来18.1%的毛利率 按年是跌了3.1% 比去年的第四季 亦都跌了2.8% 变相整个电动车的生产成本上升 不断蚕食他们的利润空间 公司是否真的可以选择去加价 避免得到毛利率继续跌下去呢 这个我想现在也要帮他做一件事 除了量之外 市场都很关心 甚至要很敏感 能够加价加推 毛利率在这一步提升 因为真的擺在眼前Tesla 甚至乎如果你看看比亚迪 他们的毛利率也是做得好 加上都是龙头 市场真的无论车中也好 或者在股份也好 你要反正前退后做一个选择 在这方面也要承轻解后 交到功课 我想才能吸引到资金 作为一个落后追捧 王龙好 O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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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o